大家好,今天的影片我们要来修这一辆KRIS-1 这辆KRIS-1的问题是不能够START 刚刚我们有检查它的START COIN 然后发现它的电很小 所以现在我们要先换它的START COIN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START COIN已经坏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坏的START COIN拆出来 然后换上新的 也会比较适合的 不要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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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刚刚换出来的Stack Coins 已经是闪了 我这下一个是我们的 或计算是在买到十足的 在买到十足的 看起来是我们的货币 我们的货币 还要货币 看到了 我们的货币 我们的货币 好,现在Statcoin已经换好了 我们先锁两颗螺丝把它固定住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看有电来吗 OK,现在从Statcoin那边来的电是已经有了 现在我们来检查它的那个Blockcoin的那个input wire 好,Blockcoin的input wire也是有电,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来检查它的Blockcoin,看它的Blockcoin有电来吗 好,经过检查它的Blockcoin也是没有电来,也是坏了 现在我们来换上新的Blockcoin 在换这个Blockcoin的时候呢 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它的那个点火系统的原理 它的原理是这样的 就是它的电是从那个Statcoin那边输出的嘛 然后它会经过那个CDI CDI就是会把那个电压放大 然后再给那个Blockcoin 然后Blockcoin就会输出 然后给那个火花塞 它的工作原理就是这样 好,在换上新的Blockcoin之后 问题解决已经有电了 这个Blockcap也是已经坏了 也是要换掉 好,现在东西都装好了 我们来尝试启动 好,走 好,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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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辆摩托已经修好了 它的问题就是Black Coil跟Stat Coil的问题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见